普渡祭祀孤魂野鬼是台湾的民间习俗 而南投野生动物急救站中心拜的不一样 为了感谢平常当成动物食物的小鸡老鼠 准备饲料慰绕他们 还有急救中意外死亡的动物 都有营养品等等食物当贡品 祭祀这些已故的灵魂 希望他们可以摆脱这些铁龙啊 回到野外去 这是急救站存在的目的啊 铁龙中收着纸钱 祭祀已故小动物 南投生物多洋性研究所 每年都在普渡时候准备饲料 营养品当作贡品 希望意外死亡的动物吃饱饱 只是一种感激的心啊 就是像急救站的话 我们其实很常接触到各种动物的实证实事 普渡是台湾民间习俗 祭祀孤魂野鬼求平安 动物急救站同样在这天祭拜 只不过一桌满满的零食贡品 另一边则摆放动物饲料 还有热心民众捐赠营养品摆满桌子 就连插香的香炉 也是用饲料取代沙子 感谢平时当成野生动物食物的 小鸡和老鼠 还有祭祀不幸过世的小动物们 那也期盼透过这样一个普渡的过程 祈求呢 我们野生动物急救站 在往后的一些急救工作 能够顺利 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延续传统新意满满 中原十节普渡动物灵魂 借中产南投报道